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古学家抽丝剥茧运用科技手段探寻动物演化与家养动物起源 揭示出人类社会与动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家养动物 事实上大概经历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驯化的一个结果 本期节目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李鹏复研究员和陈湘龙博士 将为我们解读如何破解动物骨头之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切磋琢磨考古论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型考古历史文化类节目 考古公开课 我是陈志峰 今天来到我们公开课的呢 由我们面向社会招募的六位考古学员 欢迎你们 还有来自社会各界爱好考古的观众朋友 也欢迎大家 在咱们中华文化当中啊 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六畜兴旺 这说明呢 自古以来动物就和我们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 那么我想让大家猜一猜啊 这里所说的六畜兴旺 这个六畜究竟都是哪六种动物 我们来看大屏幕 大家看 这大屏幕上现在有十种动物 大家猜一猜啊 六畜指的是其中的哪六种动物 现在的话 我们这个社会全都说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嘛 但我觉得在远古时期是不是还没有这个说法 所以我觉得六畜嘛 加畜我觉得肯定是比如说牛啊羊啊猪啊鸡 马 马 我觉得鸭子不太可能 最后一个还是狗吧 还有哪些说法 猪马牛羊鸡狗 好 那么大家猜的到底对不对呢 动物考古学家先给大家一个正确的答案 现在我们掌声有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 吕鹏副研究员 请吕老师 你好 你好 吕老师 你好啊 刚才您在台下也听到了 大家有这两种说法 我这么听着啊 可能不是很准确 但究竟答案如何 您来给一个正确的答案 好 谢谢陈老师 刚才陈老师说得特别好啊 咱们历史上就流传下来一句老话 叫做五股丰登六畜兴旺 六畜指的其实就是跟咱们关系最密切 也最常见的六种动物 分别是马牛羊猪狗鸡 那么六畜这个词来自于哪里呢 它最早建于左传 左传里面有这样一条记载啊 叫做古者六畜不相为用 这里面提到了六畜 有一天早晨我送我女儿去上学 她给我背三字经 被送到这样一句话说 叫马牛羊鸡犬史 死六畜人所四 当然这个史就是指的是诸 可见六畜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呂老师你这样一讲 大家就都清楚了 这个六畜自古以来 感情和我们人类的生活 就如此的密切 是的 我们都知道呂老师 是从事考古工作的 一说到考古啊 一般的人呢 就会想到什么呢 古墓的发掘 或者遗址的发现等等 是不是 那么这个动物考古 到底是怎么个考法呢 下面我们就把这个讲台 交给吕老师 请吕老师继续为大家讲述 首先呢 我想回答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疑问 什么是动物考古学 简单直外地给大家说一些 动物考古就是一门 专门琢磨考古工地 发掘出来的动物骨头的这样一种学问 再说的直外一点 如果你给我一个动物骨头 我将会告诉你说 它是什么动物的什么部位 我这里正好有这么一件动物骨头 非常小 不足五厘米 它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它是绵羊的 右边的 后腿的 小腿的 一块骨头 这块骨头呢 来自于考古遗址 来自于青海明河拉家遗址 这个遗址呢 距今有四千年 它正好发掘于齐家五号的晚期 出土于一个房址当中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这块骨头上还有很多的信息 比如说骨骼表面上 有风化的痕迹 这个骨骼里面呢 也有食物动物和 镊齿动物啃咬的一些痕迹 其实 在这个遗址当中呢 我们发掘了 成千上万的这样的动物骨骼标本 在这里我无法依依向大家展示他们的历史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故事 来讲述一下他们曾经的一个历史 这个故事呢 发生在距今四千年以前 黄河上游的一个史前村落里 巧合的是 这个村落的名字 也叫做拉家 此时的拉家正值黄昏 夕阳的余晖洒在黄河的水面上 静静地坐着一天当中最后的告白 黄河水轻轻地拍打着河岸 河岸旁有一棵老槐树 槐树上拴着一头老黄牛 黄牛摸摸地叫着 好像在诉说着自己的家族故事 房子里生起了锤烟 房前屋后的狗突然间叫了起来 远处也传来了狗的叫声 那是跟着猎人出去打猎的猎拳 在应和他们 这时候目色加重了 星星也悄悄地探出了头 这时候猎人们一路欢声笑语 他们打到了很多野味 有马鹿 有梅花鹿 有袍子 有兔子 甚至他们今天还打到了一只熊 农夫们也从谷子地里回来了 他们有什么收获呢 他们一路上在交谈着 关于小麦 小米 大豆的种植经验 这时候牧人们也赶着羊群回来了 羊群里面主要是绵羊 也尖杂着一两只小山羊 这些山羊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他们活蹦乱跳的 一刻也不想停息 这时候村子里也热闹起来了 篝火已经点燃 火上烤了一只羊 孩子们围着羊 兴高采烈地玩耍 笑闹 女人们把尚未王公的淘气放下 一边招呼着孩子们吃饭 一边把一碗碗用小米做成的面条捧了上来 此时此刻 一切都很美好 但是猪圈里的猪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她惊恐地嗷嗷地叫着 并试图翻越圈栏 女人们以为她饿了 把些残羹冷制倒到圈草里 可是猪照样嗷嗷叫个不停 突然 一道闪电划过夜空 地震突如其来 接着 山洪一拥而至 催枯拉朽 喧嚣着自然的唯利 来不及喊 一切归于死寂 这块骨头就这样被埋到了地里 连同着呼喊 挣扎 以及惊慌失措的人们 深夜的时候 琉璃失所的狗和狼出现了 它们啃食着骨头当中最后残留的骨髓和油脂 老鼠们也出动了 它们用一个门尺拼命地啃咬这些骨头 在这些骨头上留下了它们的痕迹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就连最细微的植物根系 都在这个骨头上留下了细微的花纹 风吹过 吹走了成沙 这块骨头被暴露在地面上 骨骼的表面留下了 风化所留下的轻微的裂痕 这块骨头就这样被埋到了地里 它的故事似乎已经完结了 其实不然 斗转性仪 四千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 2001年的时候 中国社科研考古所 连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对于喇家遗址进行了发掘 就在这一年度的发掘过程中 它们发现了这块骨头 以及其他的动物遗存 2016年的时候 我开始对这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 进行鉴定和研究 现在 这块骨头就在我的手里 仔细看 认真听 开动脑筋 你就能读懂 它想告诉我们的故事 非常的精彩 所以我现在要考考大家 大屏幕上有三种动物 我的问题是 请你选择其一 狗的野生祖先是哪一种 我认为应该是灰狼 灰狼 为什么 就是感觉体型比较像 就它的尾巴没有像那个 丛林狼子那么夸张 我觉得也是灰狼 因为我觉得灰狼可能距离 人的距离更近一点 丛林狼和柴的话 感觉距离人的生活环境 可能比较远 我也是说灰狼 因为刚刚其实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那个屏幕上已经有这照片了 所以我觉得那应该就是它了 Tina她很聪明 也很注意听讲 她并不是完全自己分析 你刚才讲的这段当中 她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线索 那您给大家一个答案 虽然说狗的形态各异 但是它的野生祖先只有一个 就是灰狼 恭喜 大家都答对了 为什么是灰狼呢 关于狗的起源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有的有一员说 就是灰狼 但是有的学者说 现在狗的形态那么多样 是不是有其他动物驯化成功呢 比如说或者是不同地方的人 驯化了不同的动物 但是现在经学研究表明 所有狗 无论它形态如何千变万化 它的祖先只有一个 都是灰狼 难道我们家那小泰迪也是灰狼 其实这涉及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圆和流的问题 比如说第一步 在有狼变成狗的这个阶段 它的体型大小会有变化吗 没有 它的体型是比较一致的 但是说到流这个阶段 就是狗像狗的这么多品种 转化过程中 这是一个流的问题 产生了这么多的变化 我们根据考古遗址当中 出土的动物遗存 就能很明显地发现这种变化 比如说到了距今 七千到五千年的 养伤文化时期的时候 北方的狗体型比较大 而南方的狗体型比较小 再到商代的时候 我们就又会发现 就在河南衍饰商城遗址当中 出土了两种狗 既有大的狗 也有小的狗 到了汉代 这时候我们出了 《象狗经》 在这部 什么什么 《象狗经》 《象》 《象狗经》 对 就是对狗进行选阅 这样的一本书 在这本书里面 就提到了各种各样的狗 比如说有嘴巴长的狗 也有嘴巴短的狗 也有毛比较长的狗 有体型大的 体型小的 对 体型大 体型小的 漂亮点的 丑一点的 对 但是即使到现在 狗的品种 就是我说到的汉代 狗的品种 仍然是比较单一的 变异最为丰富 也最极端的例子 就出现在狗的身上 狗的大量选育 是在19世纪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 人对狗进行了大量的选育 这样的话 狗的品种 形态 才呈现了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样一个千变万号的局面 还可以给大家 透露一个数字 世界上狗的品种 有400种 400种 而中国狗的品种 有多少种呢 有30多种 但是无论它们形态 大小 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它们的野生祖先 只有一个 就是灰狼 但是千万要记住 人工选育 在与狗的品种塑造过程中 起到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这就大家记住了 19世纪开始 是吧 对 我明白了 我们的泰迪 就是从19世纪开始 才可能有的泰迪 在这之前 没有这样的品种 对 吕老师 这一张图 又能告诉我们 什么信息呢 中国最早的狗 出自于河北徐水 南庄头一指 这件标本呢 就是这个遗址当中 出土的狗的标本 从这个形态来看 它和狼 还是保留了一定的相似性 它的尺寸大小 要比现在的狗的大小 要大一些 跟狼的尺寸比较接近 其实呢 我们刚才说到说 最早的狗出土于 河北徐水南庄头一指 但是呢 在这个地区出现之后 它迅速地在中国境内 进行了传播 到了汉代的时候 它已经遍布中国大地了 并且在汉代的时候 已经成了一种 被人广泛所应用的狗 在这时候呢 狗的功能发生了更多的变化 可能最初是为了狩猎 或者看家护院 在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 也用到军队里面了 所以说 这是中国境内出土 狗的遗存的 所有的遗址 我做了一个标点 都是狗遗存的遗址 绵羊的野生祖先是盘阳 最早起源于 一万年前的西亚 扎格鲁斯地区 在距今五千多年时 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盘阳比绵羊的脚 要粗大弯曲 毛也不怎么浓密 而且毛质粗硬 山羊的祖先是野山羊 同样也起源于 西亚的扎格罗斯地区 中国的家养黄牛 野生祖先是原牛 由西亚传入 在距今五千多年前时 他们分别从西北和东北地区 进入沃谷腹地 狗的野生祖先只有一个 灰狼 他们在距今一万年以前 已经出现在河北徐水 南庄头遗址 中国的史前仙民 独立地驯化了他们 成为本土驯化的动物 猪的野生祖先是野猪 在距今九千年以前的 河南五阳贾湖遗址中 就发现了很多古代仙民们 开始对猪进行驯化 马的野生祖先是野马 加马出现在距今五千五百年前 中亚哈萨克斯坦的百台遗址 中国加马大量出现的时间 为距今三千三百年前的商代晚期 鸡的野生祖先是原鸡 就现有考古证据来说 我国河南安阳殷墟遗址 出土了最早的家鸡 原鸡的尾巴长体型小 比家鸡飞行能力强 好 大家 特别是学员们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问 刚才老师讲到 这个人的选育非常重要 对于狗这个动物来讲 那我觉得也是狗在主动 接受这个人类的一个选育 因为我看过一个报道上说 现代的狗和现代的狼 最大的区别是 眉毛上的四块肌肉 别往那儿比划 你得往狼那儿比划 对 它那个四块肌肉 它是可以做出 比狼做出好多好多表情来 是不是只有狗这种动物 是非常主动接受人的培育 其他动物会不会也有这种 是的 除了狗之外 其他动物其实也会产生 这样一个变化 不但是人选择它 其实它还在选择人 然后我对于这一点 然后是有这样一句概括 咱们可以有一句歌词叫 你选择了我 我选择了你 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选择 其实又可以称之为叫 双向驯化 就是人在驯化动物的过程中 其实人自身也得到了一个驯化 老师您刚才讲到说 灰狼是狗的祖先 那我想问柴和那个丛林狼 有没有被驯化变成其他的物种呢 有位科学家专门对银湖做了一个驯化 他发现是说他只要选去那些比较温顺的课题 在银湖大体三十代 就是从活到第三十代的时候 它就能变成跟现在比如说咱们的宠物一样的特征 至于柴或者刚才说存绫狼 我没有看到相关的记载 但是我们在现在的时候可以做些实验 比如说对银湖在这样一个条件下 多少代它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变化 是有这样一个现代实验的这样一个过程的 不过这个问题 思路非常开阔 将来年轻的一代动物考古学家 不妨做到这方面的实验 是不是 我有一个问题 就现在这狗跟这个狼 灰狼 或者跟狼还可不可以杂交 杂交之后有没有新的物种出现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不但是狗和狼 其他的动物和它野生祖先 也可以进行杂交 并且可以产生出不同的变化 我觉得现在的狗要跟他的祖先进行杂交 这个狗不但具有现代人的这种沟通的能力 还具有那种狼的那种野性和狠劲 有可能 对 好了 这是我自己的随意的这种急性发挥 还有一道题 我们也要考考现场的观众 我们再来看大屏幕 这道题很有意思 中国人自己驯化的动物 有哪一种或者哪几种 我觉得猪和狗是中国人自行驯化的 非常正确 中国这样动物的起源可以分为两个模式 第一个就是本土驯化型 就是猪和狗为代表 当然中国的最早的家猪和中国最早的家狗 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最早的 第二种类型就是叫外缘传入型 就是从其他地方引入到中国境内的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说 马 绵羊 山羊 还有牛牛等等一些动物 它们是从西亚 中亚或者南亚这些地区 传入到中国境内的 这个同学回答得非常棒 那么其实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这些动物 应该说原来都是从野生 慢慢驯化到家养的 是的 那么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类要选择这几种动物 作为家养动物 而且到底什么是家养动物 现在我们继续把这个讲台交给吕老师 请吕老师继续为大家讲述 我们回顾一下人类的历史 就会发现 人类由采集狩猎社会 转变为以家畜饲养和农业为基础的社会 这是人类历史上一项意义重大的一个变革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 说动物的驯化是足以媲美 火和攻击使用的一项重要的发明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就是人类社会的真正兴起 是和动植物的驯化是密不可分的 就世界范围而言 哺乳动物大体有5500种 鸟类有1万种 而被驯化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的数量 却少之又少 我做了一下统计 比如说最为常见的家畜 也就是家羊的哺乳动物有多少种呢 不足20种 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说 比如说马牛羊猪狗之外 此外呢还有比如说 骆驼 羊驼 水牛等等 而咱们说到的家禽呢 除了我们提到的鸡之外 还有鸭 鹅 还有鸽子等等 那么就带来一个问题 动物种类那么多 人类为什么单单驯化了这些物种呢 或者我们换一种提法 为什么有的动物能被驯化 而有的动物自始至终 没有被人类所驯化呢 我们首先来总结一下 家养动物一般都具有哪些特征 第一个特征 比较窄 怎么理解呢 它不太好动 不太挑食 比如说咱们说到的猪也好 牛也好 羊也好 整天就喜欢在那待着 稍稍给它喂点饲料 它就拼命地长肉 当然这也提醒我们说 生命在于运动 越运动可能越能保持好 自己的身材 另外一个就是 飞行能力不能太强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说鸡 它每天鸡飞狗跳的 你天天跟它上演一个 速度与激情的追逐游戏 这也行不通 第二个一定要好养 比如说动物 它不挑食 它有一个交宽的食物的选择 同时它们可以混杂交配 同时它有较为固定的性成熟期 咱们举个例子 所有的狗 无论它品种如何 都可以进行自由交配 并且一般都有较为固定的交配期 第三个原因就是让养 让养的动物 然后是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呢 这类动物一般都具有大的 由两性所组成的社会群体 并且具有等级结构 对环境也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这样人一旦进入它的群体当中 人就被当成最高的王者 那么为什么有的动物 却不能被人驯化呢 我总结一下 主要有下面六方面的原因 第一点 难以获得食物 举个例子吧 食一兽 你们知道食一兽 一天要吃多少只蚂蚁吗 三万只 你要是驯化它的话 每天去哪儿 给它搞这么多蚂蚁呢 第二 脾气太坏 咱们再举个例子 犀牛 脾糙肉厚 身带盔甲 脾气暴躁起来 连狮子都得躲着跑 第三个 生长速度太慢 或者生育间隔时间太长 比如说亚洲象 它十多岁的时候 才成年 每隔五六年 才能生育一次 并且孕期还特别长 得十八到二十二个月 第四个 在圈养的条件下 不好繁育 比如说大熊猫 大熊猫本来在 自然繁育的情况下 都很难产生自己的后代 即使到了保护中心 或者动物园 母熊猫 一年也才发情一次 并且每次 也才两三天时间 第五 缺乏轮流当头领的 这样一个制度 比如说羚羊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狗 比如说狗 一旦认定你是它主人的时候 它就把你当成是 它的最高的一个国王 但是羚羊不是这回事 它完全可以无视你 第六个原因 在遇到包围或者捕食者的时候 容易惊慌 除了巡鹿以外 其他的陆科动物 都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它一遇到紧急的情况 就容易惊慌失措 甚至撞墙而死 我们在考古遗址当中 会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 它们有的是完整的 但是大多都会像 图上所展示的这样 非常的破碎 那么我们如何通过这些骨骼 能对它进行 家养或野生动物的区分呢 幸好我今天带来了 比较完整的动物骨骼标本 有哪里同学想来看一下 你好 咱们这张桌子上琳琅满目 我首先介绍一下 现生动物标本 就是这些骨骼表面 比较发白的这些标本 就像这些看着起来 比较新的 对的 这是我们根据 现代已经死亡的动物骨骼 所做成的一些标本 而这些看起来 灰头土脸的这些标本 是考古遗址当中 出土的动物骨骼标本 也可以看一下 这些都是考古遗址 出土的动物标本 刚才我们看到的猪骨 也是考古遗址当中 出土的动物标本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一件 请你来看一下 它是什么样的动物呢 哇 这个太难了 我可以比对一下吗 可以 好像是这一件吧 好 谢谢 谢谢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其实它的这件头骨 跟这件更为相像一些 如果我们仔细再看 它牙齿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件拿过来 看一下牙齿 它的牙齿也是一样的 这是猪的头骨 它的牙齿是典型的杂食动物的牙齿 也就是我们学术上叫的 丘形齿 而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这件标本咱们也来比对一下 首先它的头骨形状是不一样的 然后关键的它的牙齿 这种牙齿应该怎么称呼它呢 这个是梅花鹿的头骨标本 这是食草动物典型的一个牙齿的标本 它的牙齿像两个小月盐一样 所以说我们在对考古遗址当中出土的 比如说带有头骨的 或者下颗的动物标本 进行鉴定的时候 除了要看它头骨的特征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仔细看一下它的牙齿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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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野猪到家猪 它的变化是什么样子呢 最初是大头儿子 到了家猪变成了小头爸爸 它头和身体的比例 由最初的7比3 变成了现在的3比7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人工的选择 猪主要是为了吃肉的 所以人类在选育猪的品种的时候 都会选取那些特别风鱼的个体 所以说越到最后的话 它的身体越来越大 而肉比较少的头骨越来越小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它们最明显的三处不同 表现在嘴变短了 全齿弱化了 额骨身高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其实说白了 这就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的 动物的一种自我演变 野猪最初是需要从地下刨食食物的 所以说它的嘴越长 它刨食的食物越多 并且它为了求偶也好 为了保护自己领地也好 它需要跟其他的猪或其他动物进行争斗 所以说獠牙锋利就相当于是它有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 而到了圈养环境当中 它的食物是由人类所供给的 它的领地是人类已经给它划分好了的 它的配偶也是人给它介绍的 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嘴就变小了 这是我们从现代标本上看到的一个变化 具体到考古遗址当中 我们也能发现这种变化 这两件标本分别来自于星龙蛙遗址和跨湖峭遗址 巧得很 这两处遗址的年代大体相同 都是在距今八千年到七千年 在相同的时间段内 这两件猪的下颗有什么不同呢 大家可以明显看出来 就整体结构而言 上面星龙蛙遗址出土的猪骨更为窄长一些 而跨湖峭遗址出土的猪骨呢 比较宽短一些 这个变化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现生动物标本上 家猪和野猪所呈现的特征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细看一下它的牙齿 这件是星龙蛙遗址出土猪骨的牙齿 我们仔细看 牙齿的排列是成一条直线的 然而这一件 跨湖峭遗址当中 出土的这件猪骨标本上 牙齿好像很拥挤 紧紧地扭结在一起 呈现了一个齿链扭曲的这样一个现象 刚才我们提到是说 这个猪稳步缩短 跟它的取食或者和它的生活方式有关系 那么这个齿链扭曲的现象 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因为在猪由野猪变为家猪的转化过程中 最先发生变化的是它的下颌骨 而它牙齿的数量和尺寸是没有变化的 在缩短的下颌骨上 要继续生长这么多的牙齿 并且尺寸大小没有发生变化 势必会呈现出这种 齿链扭曲的这样一个现象 此外呢 在考古遗址当中呢 某种动物的数量 呈现明显增加的趋势 这也是一个信号 比如说这处考古遗址当中 猪和狗的数量明显地增多了 而鹿的数量变少了 那么就表示在这个遗址当中 猪和狗可能已经为人类所驯化了 我们说了这么多 当然还有一个动物考古学 比较绝门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动物的牙齿 来鉴定动物的年龄 下面呢我想做个小游戏 请大家来鉴定一下 这几件考古遗址当中 出土的带有牙齿的下颗骨的年龄 有哪位同学 好 这几件呢 就是我们在考古遗址当中 出土的猪骨标本 它们的年代也非常久远了 距今最起码有五千年左右 所以大家看的时候 一定要轻拿轻放 谢谢 说完以后都不敢拿了 还是比较接应的 这件拿 我觉得这个太难猜了吧 因为实话实说 我觉得如果这就算是我们家狗的这个牙 我都猜不到它多的岁数 别说它了 它们有什么区别 你先看 咱们看一下这一件 这件是它的前旧尺 是一个乳尺 它现在还没有退换掉 还没换牙 还没换牙呢 这是小宝宝 小宝宝 所以说它的年龄可能不到零点五岁 而我这一件呢 它第一旧尺长出来了 第二旧尺也长出来了 但是第三个旧尺呢 如果你仔细看这个洞的话 它第三个旧尺马上就要钻出来了 如果换作人的话 第三个旧尺相当于人的智尺 这是成年的一个标志 而这一件呢 第一旧尺 第二旧尺和第三旧尺 都已经蒙出了 从这个来分析的话 这三个年龄分别是 这个年龄最轻 大体是零点五岁 我这件呢 年龄居中 大体是一点五岁 而这件呢 年龄最老 肯定在两岁半以上了 明白了 这是小中大 对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在考古遗址当中 家猪的群体 哪种年龄的猪应该最多呢 中等级别的猪吧 对 你回答非常好 如果我们要吃猪肉的话 然后总是在它肉质最多 肉质最好的时候 把它宰杀掉 所以说就考古遗址而言 死亡年龄大多集中在这个年龄段 也就是大体一点五岁到两岁这个年龄段 而在这个考古遗址当中 像这样的老年个体的猪的数量会非常少 但是也有一些为什么 它会留下来一些种猪来繁育后代 但是在我们考古遗址当中 也能出土很多像你那样的幼年个体的猪 为什么 以前人在祭祀的时候会选用一些幼年个体的猪 因为它还没有长成 所以把它宰杀掉也不心疼 所以说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经济上面的考虑 谢谢您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还要请上一位动物考古方面的专家 这位专家呀 他的工作非常神秘 并且运用的是高科技 我们有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 陈向龙助理研究员 请陈老师上场 你好 欢迎 欢迎 陈老师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吧 大家好 我是做实验室分析检测的 那么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事实上也是动物考古 所以和吕鹏老师有很多合作 那么究竟怎么样运用高科技的手段进行动物考古 我们请陈老师为我们继续讲述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家养动物 事实上都是大概经历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 驯化的一个结果 那么究竟这个驯化的过程是怎么样呢 我们开展了一项工作 这是陕西华县全户村遗址 这个遗址非常有意思 它出土了八块猫的骨头 经过探测子年代检测 发现它距今大概五千三百年 这些猫的骨头从形态学上鉴定来看 它是属于豹猫 也就是跟我们今天的家猫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做了一项工作 那就是看它的稳定通分素 看它生前吃了些什么样的食物 我们看纵轴是蛋食物 它的蛋食物值越高 代表它吃了越多的肉类 那么横轴是碳十三 碳十三越偏正 说明它吃了更多的小米类的食物 我们看三个黑色的原点 是代表了我们做的三个猫的标本 从这个同一素质上来看 其中两个猫它吃了很多的这种肉食 那另外一个猫 它吃了更多的是小米类的食物 所以我们就认为这只猫 它可能受到了人的特殊照顾 人可能给它饲养了一些小米类的食物 那么这个故事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 因为全湖村遗址 它是属于塑造农业区的一个典型的遗址 人和它饲养的家猪 都是以小米类的食物为食的 那么遗址里边也发现了很多老鼠 老鼠是偷吃人的粮食 所以这个故事就变得非常完整了 那么人在生产了很多的粮食 那这粮食在这个村落里边 又吸引了很多老鼠 这些猫看到老鼠之后 然后去抓捕这些老鼠 但是有些猫可能 比如说疾病 种种原因 它们没有办法一抓老鼠 那么人可能就会有一个饲养的过程 这就代表了人和动物 人和猫之间的一个 一个共生互利的这种过程 那么这个共生互利的过程 再往前走一步 可能就导致驯化的成功 当然了 我们知道全户村遗址 猫并没有被驯化 那这就告诉我们 这个驯化的过程是漫长 是复杂的 所以我们在认识 古代动物的驯化过程中 不能够停留在简单的二分法 这是野生动物 这是驾养动物 那么事实上也有很多野生动物 也被人曾经照料过 曾经驯养过 只是没有成功 没有传下来而已 那么还有一些驾养动物 也可能经过了野化 然后最后变成了野生动物 我再讲一个 和祭祀和中华古礼是有关系的 我们做了一项工作 就是对陕西凤翔的雍城 雍城的北边有一个祭天的遗址 这个遗址大概是在战国时期 到西汉时期 当年秦始皇和汉武帝 都曾经在雍城进行过祭祀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雍城郊外的雪吃遗址 发现的这些祭祀坑 这是长条坑里边 埋了大量大量的动物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 这就是其中有一个坑中埋了大量的马 我们这些马的骨骼 进行了同一步的研究 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即便是同一个坑的马 它的食物结构差别也是非常大的 它们吃的东西也是不同的 但是马在汉代 在战国时期是军用物资 所以人对它的马的管理 它的饲养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那么它的食物结构的多样性 就反映出这些马可能有着不同的饲养方式 它背后可能有着不同的来源 我们还做了一项工作 就是对比马的肋骨和马的肢骨之间 同一度的变化 因为马的肋骨它的代谢周期非常短 反映死前很短的一段时间 它的食物结构的情况 肢骨它的反映的时间比较长 我们就发现这些马生前 都被人用小米特殊饲养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就认为 雪吃遗址这些祭祀所用的马 它们生前通过各种渠道 争取到雪吃这个遗址 那生前又对它们进行了特殊的饲养 饲养了一段时间之后 再把它宰杀进行祭祀 事实上我们在确定 雪吃马的来源的时候 还用了一项非常特殊的技术 那就是丝同位素分析 我们通过对马的牙齿的丝同位素质 进行了分析之后发现 这些马大部分是来自于河西走廊 来自于核桃地区 有些还来自于秦岭的东路 那么这种科技的运用会拓展我们动物考古 包括考古学的研究的一些深度和广度 为复原我们中华文明和中华传统文化的 这个发展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做一些贡献 好 我的讲述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把高科技的手段运用在考古领域 我想将来考古领域方面的成果 一定会越来越丰富 肯定是这样的 好 我们再次感谢陈老师 因为大家听了半天了 一定会有很多的感触感想或者问题 谁有什么问题 大家都可以提 就是5300年前在那个华县那儿 发现那个猫的那个遗址 但是我觉得猫的这个地位 在现在来讲比较尴尬 六丁 六畜 兴旺 好像跟猫也没什么关系 然后呢 十二生肖 跟猫也没什么关系 所以说我想知道的是 猫是不是它是一个 不主动接受人类驯化的 这么一个动物 在我看来在所有的驾压度当中呢 保留了一定的野性 仍然处于一个非常自由状态的 一种驾压度的话 我首推是猫 十二生肖里面就没有猫 这跟家猫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交往 是有密切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是说 狗是一万年以前 人和狗就已经建立了这种 深厚的感情 但是猫呢 虽然我们刚才 陈昂隆博士已经介绍了说 开始对于这些野猫 喂饲料 把自己的食物残余来喂它 但是事实上 它们还是野猫 我们确切的证据是说 世界上家猫的起源 是在距今四千年的埃及 那么什么时候 才在中国境内出现的呢 大体时间是在距今两千年以前 大家想一下距今两千年以前 大体是汉代 摄尔生肖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摄尔生肖它起源于东周时期 这属于猫来晚了 猫来晚 老师你好 刚才我听您讲到 就是家养动物它具备的那几个条件 然后我想那个家养动物 它会不会 它还需要两个条件 比如说它颜值比较高 然后看它长得比较好看 我们看那个家猪和家狗 然后相对于那个野猪和野狗来说 都是慈眉散目的 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 是不是那个动物 它也需要有一定的情商 如果动物它能模仿人类的行为 比如说在你训斥它的时候 它表现得很委屈 然后甚至还流眼泪 然后或者是 就是体现出它通人性的 这样一方面的话 更能够被人类所接受 一个普遍规律 大家都很喜欢小孩 天生地喜欢小孩 为什么 它脑袋大大的 萌萌的 甚至有些动画片里面 也见见了这个形象 我们动物考卷里面 有个词语叫做 幼态持续 就是动物从野生到家养的过程中 它的形态 越发地保留了它 幼年时候的一些特征 所以说 现在的这样动物来说 变得也越发地可爱 越发地像小孩一样 逆人了 并且人类在选育的过程中 会优先选育哪些个体呢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说 狼变成了狗 狼群里面选取哪些个体呢 就是那些比较温顺的 听人话的个体 不但这些动物好被人控制 而且在人控制的环境之下 它能产生更多的一种演变 通俗地说就是脾气好的 脾气好的 长得漂亮点的 长得漂亮的 是吧 这样才能与我们为伍 与我们为伴 是的 您理解非常好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嘛 是的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那么毛茸茸 可爱的国宝 它为什么当时没有被驯化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刚才老师有讲到说 在考古遗迹当中 有很多那些动物 然后我就想到了一个 就是我们的青铜器上 包括玉器上 其实也有很多动物的形状 那我们动物考古 这个学科来说 对我们认识这个现象 到底它有什么意义 或者说给我们提供 什么样的方法 谢谢老师 好的 你这个毛茸茸的指的是什么 大熊猫 大熊猫被称为火化石 所以说在考古遗址当中 其实我们是发现过 熊猫的遗存的 刚才讲述的时候 我提到了一点说 它在圈养的条件下 不容易繁育后代 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 就是它的食物 熊猫主食是什么 竹子 当然主食是竹子 它也吃一些植物更系 甚至它也吃一些老鼠 竹子提供的营养 高吗 很低 一只熊猫要维持自己生存的话 它一天抱着竹子吃药 吃多少个小时 十个小时 如果碰到竹子开花 或者竹林面积大量减少的 这种情况下 它的食物供给将会出现一个 非常大的控局 所以说我概括一句话说 大熊猫是适合被保护的动物 而不是被驯化的动物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这位同学问得也特别好 就是我今天讲的都是骨头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 比如说图画上也有这些动物的形象 比如说工艺品上也有这些动物的形象 我们该怎么去研究它的呢 首先我从动物考学的角度而言 我们首先应该把这些艺术品当中 这些人为创造的成分给去掉 因为它毕竟是人创造的 比如说我创造这个牛的时候 牛角长一些 短一些 全在我手控制范围之内 它并不能真正地反映 这头牛或者这种动物 它真实的原始的形象 所以我给大家的忠告也就这一点 在这里我想首先讲述一个 改编自真实的动物考学研究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题叫灭绝 名字叫做鹿之商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距今六千五万年前 到距今四千年以前 我们的主人公是一只梅花鹿 它所在的这个小岛呢 叫做广鹿岛 一叶小岛孤悬汪洋 岛太小了 这只梅花鹿每天都可以绕岛跑十圈 那时候它的父亲还健在 天气晴朗的时候 它能看到对面的大鹿 它的父亲告诉它说 我们的故乡就在那边 是海贫温的上升 把我们鹿的家族孤落到这个岛上来了 这座岛上原本野鹿成群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广鹿 但是人类开始登陆到这个岛上来了 当最早一批人类登陆这个岛上的时候 它们带着弓箭 也带着狗 最初它们住宿在 离岛中心比较远的海边 住在月亮湾附近 它们每天捕鱼捞被 把只剩下的贝壳和鱼骨就扔在那里 形成了一道道的贝丘 过了几年 它们人数开始多了起来 它们开始向岛内进驻 放火烧山 牵狗捕猎 鹿群的数量开始急剧地减少 直到马鹿种群 从这个岛上彻底地消失 有一天 它们用船 把猪用到了这个岛上来了 它们开始养猪 猪也越养越多 对鹿群的狩猎 似乎也减少了很多 但是 这只梅花鹿的父亲告诉他说 这只是暂时的 我们鹿群 终会遭受到灭顶之灾 果然 人类的数量越来越多了 甚至 它们占据了整个小岛 猪也越养越多 但是猪肉仍然满足不了它们的需求 于是 它们重新拿起了弓箭 将箭头对准了这些鹿 大海苍茫 无路可逃 我们的主人公 就是这只梅花鹿 是这个岛上最后一只梅花鹿 此时 它正站在海边 潜移乌鹿 后有追兵 它仿佛能听见 远处猎狗的狂笑声 也能听到箭头划破夜空的 轻笑声 清冷的月光 洒满海面 它一步一步走向海水 它仿佛听到了 鹿鸣 悠悠 这是一个 很悲伤的故事 有史以来 鹿群一直受到人类的 围追堵截 人类对于这些动物的 过度捕猎 以及对于它领地的 破坏性影响 造成了有些动物种群 面临危机 甚至灭绝 现在 在所有已知的 步入动物群中 有25%的种群 正面临危险的境地 而这个数字 是冰威鸟类的 两倍 动物灭绝的例子 在考古学中 也是比比介事 在整个时期时代 在欧亚大陆 灭绝的动物种属 就包括动熊 最后斑猎狗 东方剑齿象 猛马象 巨墨 披毛西 大脚鹿等等 以我所关注的 牛类动物为例 野牛曾经是 旧时期时代 考古遗址当中 出土数量非常多的 一种哺乳动 它是原始鲜明 重要的狩猎对象 也是它们的肉食来源 以及重要的物资来源 但是进入到 新时期时代以来 它们的数量 急剧减少 甚至消亡 另外一种灭绝的动物 就是它 这一件就是在考古遗址 当中出土的 圣水牛的头骨标本 很残缺 仅剩下了它的脚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 从它的脚上 对它的种鼠进行鉴定 脚短短的 脚面呈三角形 完全不同于 现在的家洋水牛 圣水牛 它是我国 特有的一个 牛的种鼠 也是我国目前所知 形成于全新式 而用灭绝的动物 圣水牛在 距今八千年到距今三千年 以前的考古遗址当中 都能够发现 它灭绝的时间 大体是在东周时期 关于它的灭绝 我们可以归结为 环境的变化 比如说 确实在两周时期 中原地区的气候 是变冷了 但是如果我们 翻开甲骨文去看的时候 就会发现 伤亡过度地 对这种牛类 进行了狩猎 并且对它的 驱居环境 造成了一个破坏性的影响 现在 我们能看见 圣水牛的骨骼 圣水牛长什么样子 幸好 我们有考古的食物 这是出自于 安阳英墟花园庄冬地 五十四号墓 也就是亚掌墓当中 一件水牛尊 大家看它的脚 和我们考古遗址当中 触土的圣水牛的脚 是一致的 脚短短地 呈三角形 四肢粗短有力 造型浑圆 当我们面对这一件 冰冷的青铜水牛尊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这一件 圣水牛头骨的时候 我们是否该问一下自己 我们该如何地 去善待我们的野生动物朋友们 关于动物的灭绝 我想引用这样一句话说 当死神降临到一只动物身上的时候 这个物种已经在生存战争中 吃了太多的败杖 在生态学意义而言 它已经奄奄一息了 所有的因素 包括纯粹的运气 都在与它作对 命运如同马桶里的水 冲泄而下 但是我想加上一句 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能忽视 人类的活动 对于动物种群 所造成的这种 毁灭性的影响 生存还是死亡 这是一个问题 探讨人类 动物与环境之间的 和谐相处之道 这也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 现实意义 吕老师的这番讲述 让我们进一步明白了 人与动物之间 自古以来这种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 密切的关系 是 应该说 时至今日 这仍然是一个 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和正确面对的话题 是的 好 在最后 我们是不是请吕老师 为我们宁恋一下 何谓动物考古 动物考古 我们拆分来看的话 它包括两个词 一个是动物 一个是考古 但是动物考古最核心的词 要落到考古上 对于我们动物考古学者而言 或者对于经人而言 一根骨头 就是一个动物遗存 但是对于古人而言 一种动物 却是一种重要的动物资源 我们动物考古学者 就是通过对这一根根骨头 一件件遗存 进行鉴定和研究 与古人展开对话 研究古代社会 当然我们的研究 也会启迪当今的时代 谢谢 好 我们非常感谢 今天吕鹏老师和陈向龙老师 为我们上了精彩的一课 动物考古 关系到人类的文明 如果说收获 这就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 好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考古公开课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